新美市长侯友宜前来永和大城社区都市更新案制查 了解目前单元二完成的状况 市府将社区划分为七个单元进行更新 而第二单元先行成功完成了招标 新建一床三栋29层钢古钢筋混泥土建造大楼 民国105年新建108年完工 预计在今年的6月15号至10月30号交屋 市长是赞许建商的用心 将老旧社区建造为现代化安全的居住空间 都市更新展现成果已经成为永和新地标 公共安全不足的就在这一次整个把它改变过了 是我们永和的新地标 也是大城居民的新希望 在这么一个好的环境可以眺望新电溪 美丽的绿宝石公园 以及所有汽机车停车会不足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做一个简洁 然后绿色的廊带 大米的道路 等于拉开了一个间距 让这个环境变得更舒服更优雅 大城社区原是民国40年代 大城岛撤退来台的义包及家眷所居住 由于环境老旧 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甚至公私有土地夹杂产权问题复杂 因此政府介入公办都更 而这个案子也是行政院于民国95年 列入推动全国50处政策系都市更新案中的 第一个动工案子 创全国之首 历经四年 家园重建终于完成 住户表达了期待入住的心情 建商在现场时也表示 当初要新建时光是整合住户的意见 就花费心力 一一克服困难 终于完成了这项都更案 提供舒适宜居的大楼 参观社区花园 建商也强调都是以花岗岩塑造外围景观 并且规划了687户住宅单元 也预留绿地空间 提供活动中心及公共托育托老中心 市政府都更处就表示 预计7月份住户就可以搬进去居住了 共享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 记者赵氏医院卢秀娟新北长报道 也蒸相无法